聽說真溫水庫開始缺水了 我們的飲用水 民生用水只剩下了兩天的時間 那我們就到真溫水庫 替大家看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吧 進入收費站 我們的入園票一個人是100塊錢 機車是20塊 接著我們就騎著VA的小噗噗前往我們的大壩 還有我們的真溫水庫的蓄水區囉 現在看到這個地方叫做真溫之岩 它是一個紀錄我們一些水庫的設施阿 還有一些嚴格的地方 重點是有冷氣喔 我們進入到真溫之岩這個展示中心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很多的說明阿 像有發電廠阿 還是說它的地理蓋樹阿 地理環境 甚至是整個真溫水庫的歷史 還有它的一些新建的一些工程 在一二樓內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近年來我們真溫水庫的泥沙淤積也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想到了一個辦法 去清除它的淤積到底是什麼辦法呢 阿波小教室 教師老師什麼叫淤積阿 淤積呢就是 中上游的泥沙 帶到下游 然後就會讓我們的水庫生很多泥沙淤積 那怎麼解決阿 來看這邊 這就是我們真溫水庫 利用的銀水鋼管 這是我們叫做橡皮銀水鋼管 為什麼要叫橡皮阿 因為我們把鋼管凹彎 讓它進入更深的深度 可以進到下部更多的泥沙 讓我們的硬流的效果更好 原來 同學你問那麼多問題 是不是對中學部有非常大的興趣呢 其實還好 好阿這個死BA居然敢唬爛我 我都要生氣氣去吃飯飯了 好就是這入口記得喔 是在右邊右手邊 馬上 下去 10公尺吧 10公尺的右手邊的鐵皮屋就是 我們吃的那個 隱藏版的 小吃店 好吃 左邊那個廟不要騎過去喔 騎過去你就會去人家家裡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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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台灣啤酒 唉唷這種水果還有投幣式卡 OK喔好像還不錯 啤酒阿 飲料 來這裡還是可以放鬆的吃個午餐 還不錯 唉唷 我們現在在真溫水庫 一個 非常 深山的地方 我們在水庫邊 然後 聽得到殘殘的流水 然後我們剛才騎錯路 我們還騎到 人家家裡面去 然後發現 嗯?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就是 來真溫水庫齁 它有一個 所謂的 叫什麼 幹我們去的那個叫什麼 真溫之眼 對 對真溫之眼 然後在真溫之眼 你可以 稍微休息一下 吹個冷氣 然後看一下就是 真溫水庫的眼格這樣 然後 吃東西呢 當地的 姐姐 推薦我們來這邊找一個 像 非常local的一個鐵皮屋 然後 沒有店名 詳細資訊呢 我們可能 要就畫地圖了給各位 還不錯 這裡就已經聞得到 食物的 味道 如果來 這種水庫 可以來試試看 它這個西面 看起來蠻屌的欸 蠻屌的 油亮亮的 看起來就很好吃 這是剛才在那個 公務處的一個姐姐 介紹我們來的 如果 沒有他介紹的話 其實我們也不會知道在這裡 我有機會 有機會可以來試試看 我會幫大家吃 嗯 超級入味 而且 鹹香十足 現炒的麵就是那個 鍋氣 超棒 這是 蒜頭嗎 沒關係我先吃原味 可以看嗎 所以這是 這是黑胡椒 裡面就是 粉當時 哪個 哪個 很大 粉 噢 超級入味的 超級入味的 對 所以你用烤的 把那個油拌出來就對了 對 這超好吃的 沒辦法 我站起來沒辦法喝酒 我沒辦法喝酒超讚的 好吃 真的好吃 這不然你外國吃過 對啊 你現在那個 滴的那個 煙味總是沒有 純那個香的 口感而已 對啊 這那個香跟口感 老闆自創的 餐點 很強 超厲害的 超屌 很香 然後灑一點黑胡椒 真的很棒 簡單調味 對 簡單調味 然後來這裡就吃個炒麵啊 配個 它叫做 烤 烤喔 烤粉腸 然後配個湯 如果覺得太熱 還有飲料 很棒的地方 好吃完午餐我們就 就騎乘前往一個 著名的景點 叫透明電梯 它的透明電梯 本來是 四面八方 包含 地板 都是全透明的 但是呢 有遊客反映說 可能 對於 腳底下啊 是透明的這件事情 可能會 過於恐懼 說不定有的人 上去就已經先滴兩滴出來了 所以他把他的 地面 改成一個 有地毯啊 比較 不是透明的這個部分 然後呢 景色非常的漂亮 還可以喝個飲料 我在眼睛的夏日 在水庫邊喝個飲料 非常的舒服喔 最後還是希望大家 珍惜水資源 節約用水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 幫我們 大力的分享 按讚 也要記得 訂閱 和帶錄的頻道喔